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爱人文讲堂 我们今天的讲者 在医院跟救护车上的救命现场过了十几年 有太多差一点点的遗憾 后来姻缘际会进入航空公司工作 公司的董事长宁愿赔钱 也要支持他的空中救援任务 他积极地想要发展直升机的紧急医疗照护 特别是针对花莲台东的后山救援 因此他到日本去学习考察 如何靠着民间的力量来组织绵密的空中救援网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振宇 好的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是徐振宇 今天要讲的一切一切 都是高来高去的东西 我要跟各位先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阿德 阿德是一位来自台湾彰化农村 辛苦的爸爸 四十岁的阿德因为学历不高 所以只能够跟着工班在工地打联工 阿德是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支柱 他的越南籍配偶在生下第三个小孩之后 就离家不知去向 所以阿德必须要独立的抚养他一个失智的母亲 同时还有三位还在在学当中的儿女 2006年的4月份 某一天阿德跟着他的工班 一起到台湾北部的里岛福建省连江县 到那个地方去工作 这一天的早上 阿德跟往常一样 跟同事一起从住宿的地方 开着车子准备前往工地 因为刚刚下过雨 再加上对于地理环境不熟 不小心车子打滑了 阿德开了一部货车 连人带车整个开到山谷下面去 也因为这个样子 阿德身受重伤 生命垂尾 最主要的致命伤 来自于肝脏破裂大量的出血 加上肾脏撕裂伤 所造成的大量的血凶 当地的医院的医师 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要把阿德救活 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阿德接受手术治疗 但是医师知道 在这座小岛上 并没有办法去满足阿德医疗的需求 所以这位医师 启动了空中救护服务系统 很短的时间 我们经过评估之后 利用直升机 将阿德从福建省连江县 花了50分钟的时间 送到台北某个医学中心的顶楼直升机飞行场 50分钟之后落地了 医院马上将阿德 退到手术室进行手术 一个礼拜之后 很幸运的阿德能够从医院离开出院 回到家里面 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 50分钟 大约需要耗费新台币将近30万 这个病人只需要自己负担5%的费用 另外95%的费用 完全由政府买单 各位 这个是您以往所不知道的空中救护服务系统 很多媒体朋友 喜欢用台湾的医疗专机支付来称呼我 原因是因为我在2003年 改装了全台湾第一架 符合法规规范的救护直升机 这个不是只是一般的一架直升机 它是一架搭载了救命器具的 等同是加护行救护车功能的直升机 在转送的过程当中 飞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让患者在原来地面上 已经接受的治疗能够持续 同时在转送的过程当中 有一位乃至甚至到三位的医护人员 随机去照顾这个伤病患 2008年 我又改装了全台湾第一架喷射的医疗专机 我将一架小型的喷射机 改装成一个会飞的加护病房 这个不只是一架飞机 是一架装载了加护病房 维生设备的医疗专机 在过去的十年 我们已经转送超过三千个病人 在国内以及国际间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为什么我会去投入这样子一个工作 大概二十年前 我还在医院担任外科助手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协助医师跟护理人员 在手术室里面去开刀 甚至去急救病人 我服务的那个医院 对于外伤的处理是相当的有经验 所以我们经常会处理那些 重大外伤的病人 生命垂危的病人 那我们得到几个经验 第一个是 这个重大外伤的病人 很容易救活 如果心脏 如果脑 如果肺 三个重要维生器官 不要出现结构性 致命性的损坏 基本上这个病人要救活 并不太难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发现 重大外伤的病人 即使救活之后 当下活下来 有时候不见得 能够持续太久 我们今天花了很大的力气 花了很大的经费 好不容易把一个病人救活 可是也许 一个礼拜 也许 也许两个礼拜 这个病人就死在家户病房里面 这个事情让我们非常的挫败 那有一天 我在我们这个医院的书柜里面 看到一本期刊 我看到一个篇幅 它是在报道 关于创伤病人的急救 这个报道的对象 是美国马里兰大学 医学中心腹设医院 它的腹设的创伤修课中心 这一所医院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处理一个重大外伤的一个病人 马里兰州大学医学中心 附设创伤修课中心的创办人 亚当·库利博士 在1960年代 独排众议的提出一个理论 他说 一个重大外伤的病人 必须要在60分钟之内开刀 60分钟之内接受手术治疗 如果没有办法在60分钟之内 接受手术治疗 亚当·库利博士说这个病人必死无遗 即使今天不死 不是死在这一次的外伤 未来的三天到两个礼拜之内 他也必然要死在休克的并发症 各位 过去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把病人救活 要过来几天 这个病人又死在加护病房里面 答案 我已经找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时间去对抗 这一所医院 我在这个期刊里面看到这一所医院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抢救病人 如果他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重大外伤的一个病人 在救护车到达现场的同时 他们就启动了直升机系统 快速的到达现场 直接把病人拉回来开刀 完全符合亚当·扣利博士所提到 重大外伤的病人 必须要在六十分钟之内 去接受手术治疗 这个病人才有机会能够救着活 我想各位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急诊或者是重症医学它的发展 主要的目的 它是在于让患者 能够得到一个妥适的治疗 最终的目标 是要去降低患者的伤亡率 全世界的急诊医学界 目前把三大紧急伤病 列为主要的治疗对象 分别是重大的外伤 急性的冠状动脉疾病 以及缺血性的脑中风 同时也列出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个别是六十分钟 九十分钟 以及一百八十分钟 重大外伤的病人 尽可能在六十分钟之内接受手术治疗 急性的冠状动脉疾病的病人 尽可能在九十分钟之内把血管打通 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 尽可能在一百八十分钟之内 去做血栓溶解的治疗 即使我们有很好的医疗设备 我们有很好的医院 我们有很好的医疗团队 但是因为地理上的限制 因为交通上面的限制 它往往会造成病人 没有办法顺利的到达医院 接受这些妥善的治疗 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够解决 如果我们有一个有效的空中救务服务系统 时间的问题是可以被有效的改善 2005年我在国际直升机协会的期刊上面 我看到一篇文章 日本我们的邻国 他们在发展一个叫Dr.Haley这个系统 叫这个直升机医生的系统 这个是一个研究计划 当紧急商店事件发生的时候 直升机可以马上起飞 带着医生护士直接到现场 在现场可以先做治疗 转送的过程当中可以持续的照顾 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赶快把病人接回来 接受妥善的治疗 我在会刊上面看到这个报道 我觉得太棒了 看到这篇文章 于是我写信 电子邮件 我写给这个文章的作者 易子邦阳教授 千叶县北总医院 这个急诊医学部的副主任 告诉他说 我在台湾我也做直升机的空中救护 我说你们这个系统 这个理念太棒了 我说能不能让我来参访 能不能让我来学习一下 这个电子邮件写过去之后的话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这个电子传递速度很快 可是我这个电子邮件 一发出去之后的话 望穿秋水 毕子邦阳教授 并没有回我的信 这个是在2005年 各位您猜猜看 这一个电子邮件 扒过去之后 易子邦阳教授 多少时间回复我 2005年发去写信 一直到2010年的5月份 易子邦阳教授回信给我 花了5年的时间 他在信里面告诉我 他说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5年前你写信给我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研究计划 我们只是在试办而已 你们已经开始在营运了 你们已经做得比我们更好 你已经超前了 你来看我 他说 我觉得我没有东西可以让你看 这个让我们觉得惭愧 那现在5年后 易子邦然叫做说 为什么我写信给你徐先生 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系统 我认为它现在已经成熟 我欢迎你过来参观 一开始他们用两架直升机 试办的方式 后来发现这个效益太大 于是在2007年立法 为了救护直升机 他们去制定了一个 紧急医疗专用直升机 特别设置法案 这个当中 如果你要去开办 这个直升机救命的系统 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来提出 以医院为基地 政府提供你直升机吗 不是 政府没有直升机可以提供你 你自己去找民间业者合作 你去租他一个直升机 需要多少钱 你把这个财报做出来 向后生劳动省提出申请 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卫生部 后生劳动省如果同意之后的话呢 补助你50%的经费 你地方政府自筹 自己想办法去筹募50%的经费 医子帮洋教授后来告诉我 他说2007年开始立法通过 到了2010年他邀请我去看的时候 各位 短短的不到三年 将近三年的时间全日本50架救护直升机 275个医院据点在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它可以涵盖全日本国土的95% 接下来我跟各位要介绍的这个系统 离台湾很近 也是在日本 沖縣县这个地方 大小只有花莲县的一半 长住人口142万 其中绝大部分在什么地方 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沖縣县的南方 换句话说 这些医疗资源也绝大部分集中在沖縣县的南边 那相对之下的话 沖縣县的北边医疗资源就比较不是那么发达 那医疗资源不发达的情况之下 这个跟我们的花东情况就有点类似 所以当时沖縣县北部的医师协会 有几个医师 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共识 于是他们就发愿 他说那这样的好不好 我拿一点钱 我们拿一点钱出来之后 我们去包一架直升机 然后我们去设置一个直升机的一个基地 如果我们在沖縣县北部 在沖縣县的北部 如果有紧急伤病患需要赶快转送的话 我们就用直升机去转送病人 开办第一个月飞行了五个趟次 只飞了五个趟次 当地的老百姓马上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何在 到了第二个月 几个医师筹不出钱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花费真的太高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宣告 对不起 他说我们这个MASH这个系统的话 没办法运作下去 没钱了 他们这样子跟大家宣告 于是引起了相当大的效益 当地的民众七万个人联署要求 沖縣县 你必须要想办法把钱弄出来 这个东西这个系统对我们太重要了 所以一旦开始就没办法回头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因为政府财政的问题 所以当地的政府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一个指引 当初发想的这些医师 他说好 那不然干脆这个样子 我们就来成立一个基金会 那我们就来成立一个非政府 非盈利的组织 我们就可以募款 那我募款之后的话 反正不需要赚钱 我只要能够打平 能够运作下去就好了 那我的成本可以很低 原因是因为 我的医师 我的护理人员 我通通用志工 所以这个系统目前仍然在运行当中 四个医师 十个护理人员 三个救护技术员 轮班 一年365天轮班 自愿性的提供直升机的紧急医疗救护服务 那除了用这些方式去争取一些财源之外的话呢 他们的募款方式也相当多 比方讲说 这个是我在这个沃沃的一个超级市场 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文宣 如果你买特定的牛奶 我就捐这个特定的比例 捐给这个系统 让这个系统能够运作下去 在去年 他们又开始一个新的募款的一个方式 是Nash自动贩卖机 如果你渴了 你可以到便利商店去买饮料 可是你钱被他赚走之后 他不见得会回馈你 但是如果你渴的时候 你到Mesh自动贩卖机去买饮料 这个自动贩卖机的厂家 他就捐5% 他所得5%再回馈给这个Mesh系统 让这个系统能够运作下去 Mesh这个系统在上个月 一共执行了18趟的紧急医疗的空中转送 我有一个愿望 我希望能够复制Mesh的这个系统 我们希望能够移植他的经验 我希望能够在台湾建立一个属于民间的 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空中紧急医疗救护的一个系统 我希望能够从东部开始 为什么我要去建立一个属于民间的 而且是非盈利的 为什么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去营运 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过去的10年 我所营运的 我所参与的空中紧急医疗救护的服务 它都是一个商业性的活动 只要它是商业性的行为 就会有商业竞争 台湾人对于商业竞争的处理方式 就是我用比你低的价钱去取得一个服务的标案 各位降低成本 无疑就是在酝酿风险 所以如果我变成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如果你要跟我竞争 如果你要跟我做公益 各位欢迎 这个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如果我把它再继续变成一个商业行为的话 即使今天你做得很好 明天开始有商业性的思考 你就会开始去想说 如果我不赚钱怎么办 这个系统如果不赚钱 是不是我就必须要把它收掉 这个是商业的思考 会让这一个系统的运作并不稳定 第三个理由 如果我把它变成一个非政府的机构 非政府的组织 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成本 我可以大量的使用志愿服务工作者 我可以号召很多的医师 号召很多的护理人员 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希望从花莲开始 为什么我希望从玉里开始 原因是因为整个东部目前 只有卫生部的玉里医院 有一个合格的直升机飞行场 这个是现成的 我们可以把直升机放在那个地方 如果我们把直升机放在那个地方的话 各位 我们直升机的飞行速度 它的巡航速度 每小时大概是120里 换算成公里的话 每分钟大概是将近4公里的速度 所以如果我们把直升机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涵盖到南花莲 往北可以延伸到什么地方 往北我们可以延伸到大概凤林 往南的话 10分钟的飞行时间 往南我们大概可以涵盖到台东的观山 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放大一点 20分钟的时间 从玉里起飞 20分钟时间的话 可以往北去涵盖到新城乡 往南可以涵盖到台东的滋润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放大 30分钟的飞行时间 玉里起飞 往北可以涵盖到花莲的和平 往南可以涵盖到台东的大午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计划 初步的计划 第二阶段的话 我希望如果可以 我们可以变成两架直升机 一架放在花莲机场 一架放在台东机场 它可以涵盖到整个东部的地区 第三个阶段的话 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增加在西部 全台湾本岛陆地 百分之九十五的范围 都被涵盖在直升机的空中救护领域里面 这个是一个生命工程 它不是我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 它需要很多的专家 它需要飞航专家 它需要财快方面的专家 它需要医疗方面的专家 我需要很多人来协助我 什么时候开始做 现在 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想着这个事情 不能够等 现在就必须要去做 回头 我们再说说阿德 阿德离开医院之后 回到家里面 因为休养的关系 没有办法马上上班 所以他必须要去联络他的同事 来帮他上他的班 诶 漸漸的 很多的同行知道 他能够去调派一些人手 于是就委托他去调派人手 阿德因祸得福 就变成了一个工头 自己带领了12个工班 改善了他的家庭经济 阿德的大女儿今年23岁 去年从某大学的护理系毕业 也顺利的通过护理师的考试 现在在北部某个医学中心急诊部 担任护理人员 阿德的大女儿告诉我 他要花三年的时间 他要去加强跟增长 他在急诊跟重症照顾方面的经验 三年后 他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一起 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 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说我感念直升机救护系统 救了我的父亲 第二个他说 这个世界悲伤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可以 我希望尽我一点点的力量 去减少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 我是徐振宇 我在大爱人文讲堂 谢谢徐振宇 若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我们祝福徐振宇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同时也从他的故事当中学习到 为他人的生命付出奉献的慈悲 以及勇敢追求梦想的行动力 我是宇传惠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